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人队的补充计划主要集中在封线球员方面 旨在提高整体身高 佩林卡表示 在上个赛季西部决赛中输给了绝晶队后 他们从中积雪了教训 绝晶队的各个位置都表现得更高更强壮 因此胡人队在自由市场上寻找一名身高在6尺8 6尺9之间的球员 以雷迪什为例 这不是为一个明智之选 他还能胜任3D角色的任务 尽管雷迪什的职业生涯经历过起伏 但胡人队有助理教练克里斯·詹特 他早在雷迪什校里老鹰的早期就与他合作 两人的默契可以带来不少化学反应 胡人和太阳 这两只西部豪门 在休赛期都表现出了强势的运营态势 然而 荆州勇士似乎显得有些不太在状态 勇士此前的交易行动引起了一些不满 他们用乔丹普尔换来了保罗 尽管摆脱普尔无疑是有必要的 因为普尔虽然年轻有潜力 但性格和打法都与勇士不太契合 甚至引发了对内不和谐的情况 勇士的重要任务是将普尔送走 争取引进一个更可靠的极战理球员 然而 他们最终选择了保罗 虽然保罗并不是毫无价值 但作为一名老将矮个后卫 他的身高甚至还不如普尔 而且薪资占用较大 下赛季 保罗的年薪将接近3000万美元 但他并不能为勇士带来明显的质的飞誉 沙里奇一直是勇士在今年休赛期的目标之一 他不仅可以为勇士提供内线支持 还能为球队创造外线空间 提供射击火力 在2022到23赛季常规赛中 沙里奇场均上场14.1分钟 场均得到6.4分 3.6篮板和1.3助攻 他的整体三分命中率高达39.1% 接球三分命中率更是达到40.4% 底角三分命中率更是高达44.8% 沙里奇的加盟 使得勇士在战术布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再必须因为依赖五小阵容 之前有球迷调侃让追梦格林打四号位 随着沙里奇的加盟 勇士队已经有了13名拥有保障合同的球员 预计他们还会继续进行一系列的强化 不过现在勇士的薪资空间已经超之严重 全队的总薪资已经累计达到了2.07亿美元 而预计要支付的奢侈税更是高达1.89亿美元 合计达到3.96亿美元 如果勇士继续加强阵容 他们的总支出很可能会超过4亿美元 成为NBA历史上第一支总薪资高达4亿美元的球队 这的确让人咋舌 然而石耀库里还在勇士 他们就始终保有争夺总冠军的机会 总之 今年的自由市场 影员风云变换 各支球队都在为了提升实力而努力 胡人和太阳的强势影员让人瞩目 而荆州勇士则在调整阵容方面面临一些挑战 无论如何 NBA的舞台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惊喜 让人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新赛季的到来 看看各支球队的新智荣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谁又能够脱颖而出 走向辉煌的冠军之路 拒绝续约 再见勇士 核心问题你解决不了 你的那一套已经不灵了 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惨淡的季后赛之旅后 虽然勇士的核心争冠班底依旧还在 而且看起来他们仍会保留库里 克莱 追梦 维金斯 卢尼这套阵容多年 但在其他方面 勇士确实给人一种清算换血的感觉了 特别是当他们的前任总经理 鲍博·麦尔斯拒绝了高层给 他开出的包括顶薪以及带薪休假这种条件的续约合同 最终只是去了 ESPN担任一个分析员之后 勇士内部的问题看起来非常严峻 拒绝续约 再见勇士 不可避免经历王城末期 你的固执注定走不远 经历了管理层的变动之后 接下来 勇士的教练组 似乎也开始要迎来一些大的变动了 其中 勇士主帅史蒂夫·科尔至今仍没有和球队达成续约 下赛季他将进入和勇士合同的最后一年 很显然 如果带着合同问题进入新赛季的征程 这将意味出 科尔的未来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了 站在球迷的角度 联盟当中 包括科尔 斯波尔斯特拉 波波维奇在内的一些教练 他们的位置是非常稳固的 只要他们想 他们就可以一直在某队执教下去 然而 科尔的问题 就像是勇士新总经理邓利维所说的那样 这并不是勇士方面可以决定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邓利维明确表示 他和科尔就提前续约有过交流 但是 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邓利维透露 勇士接下来 依旧会努力和科尔完成续约 这是勇士接下来运作的核心 不过 邓利维也表示 他们也和克莱的团队 就提前续约有过对话 他们想要一同留下这两名核心 但他们两人的续约 也离不开合同金额 以及个人意愿的问题 很显然 勇士和克莱的续约谈判 更多围绕的是 合同金额展开 毕竟格林已经拿到四年合同了 克莱大概率也是会留下的 就看他最后愿意在薪水方面 做出怎样的牺牲了 而科尔不一样 教练的薪水 不会进入球队工资 也不会产生奢侈税 参考蒙蒂和波波维奇的大合同 科尔和勇士之间 应该不会产生薪水上面的分级 那就意味出 在个人意愿方面 留在勇士执教 出现了排斥的心理 其实仔细想想 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想想麦尔斯宁可去 STN做一名小小的分析员 也不愿在勇士 成为全联盟收入最高的总经理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 勇士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单单试用合同 就可以留下这些 取得了成功的制服组成员了 过去这几个赛季 勇士的教练组和管理层 始终有分歧 麦尔斯公开表示过 他不签约中锋的原因 就是他签了 教练也不用 那就贤罪不鲜了 包括怀斯曼 库明家这些青年才俊 科尔愣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而且在勇士出现困境的时候 特别是克莱这个点 多次状态糟糕 却无视战术 继续出手高难度投篮 把自己较劲 影响勇士 对此 科尔几乎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他只能力挺克莱 继续给他灌输信心 即便克莱很清楚 克莱很难再回到巅峰了 可勇士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必须给老将尊重 说难听点 勇士现在的排兵不振 出场顺序都得排资论队 教练组的权力很大吗 倒也不见的 就连管理层都只能乖乖 给格林斯年一亿的合同 他们不能让库里失望 同样的问题 教练组也很头疼 这一点 斯波和波波维棋就好多了 前者在热祸并没有稳定的阵容 用人完全看球员的能力和努力程度 波波维棋则是在马四说一不二 以往连邓肯帕克都会被指着鼻子骂 更别说其他年轻人了 然而 科尔所处的环境 却不一样 他要考虑库里的心情 要考虑克莱的自尊心 还得确保球队打出成绩 这太难了 不是说科尔的那一套小球传千 完全不灵了 而是在勇士的这个阵容基础上 很难创造奇迹了 对比勇士统治联盟的那个时期 伊格达拉已经离去了 维金斯的实力 也肯定是不如杜兰特的 特别是进攻端 科莱再也找不会受伤前的自己 进攻端还只是一方面 节奏感强的小后卫了 格林进攻完全退化 库里的年龄也在慢慢增大 加上对手防守更加针对 他也开始力不从心了 而且接下来 勇士的核心志荣只会越来越老 他们的整体表现 想要再回光反召一次 不太容易 年薪3080万 效力勇士 虽然伟大却不够完美 跟随库里 要学会牺牲 北京时间8月13日 不久前 贝尼克斯太阳队官宣 马里昂和斯塔德迈尔 获得了退役球衣 而这件事 让球迷们议论纷纷 虽然球迷都知道 球员能否拿到退役球衣 完全取决于老板的心情 但无法否认的是 这两个球队 并没有给 菲尼克斯太阳队 带来太多的帮助 小斯虽然五次入选全明星 但最佳一阵仅仅一次 最佳二阵 也不过是三次 同时 马里昂各方面的成就 还比不上小斯 他仅仅四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是最佳三阵 这样的成绩 想要得到退役球衣 肯定是不够的 年薪三千零八十万 效力勇士 虽然伟大 却不够完美 跟随库里 要学会牺牲 明明他们两个 无法在菲尼克斯太阳队 拿到太多的荣誉 最后 却成功拿到了退役球衣 那么 当初在菲尼克斯太阳队的 绝对核心空位 他肯定能称得上是 伟大空位 也是不少球迷心里 最完美的一号位球员 他能不能在联盟中 获得退役球衣 都是个大问题 现在保罗的年龄 也达到了38岁 也就意味着 保罗的职业生涯 已经来到了末期 追溯保罗 进入联盟后的种种经历 自从得到新秀合同后 他就一跃成为 NBA中的顶尖一号位球员 无论他进入什么球队 都可以让这个球队 达到冲冠级别 甚至曾经处于 重建阶段的雷霆队 在保罗的不断努力下 一样登上了季后赛舞台 如何看球员的能力如何 大部分情况下 球迷往往会看这个球员 到底得到了多少荣誉 但这种方式 往往是评价 联盟史激烈球星的方式 不少球星在球迷的眼里 明明实力非常强 可却因为很多外在因素 导致自己无法登顶巅峰 导致职业生涯都无法夺冠 但他们却可以用实力 征服球迷们 显而易见 保罗也属于这种球员 最初保罗和纳什 还有德龙和基德这些球员 都是放在一起对比的存在 最后开始和罗斯等球员对比 紧接住是库里和威少 几乎和保罗对比的 都是联盟中的顶尖一号位 仿佛无论到什么时候 一旦你成为了大家心目中 顶尖的空位 就会和保罗进行对比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 还是保罗的努力换来的 要知道 黄蜂和快船 还有休斯顿火箭和 菲尼克斯太阳队 创造的最佳战技 全部都是在保罗的带领下实现的 仅仅是这种稳定的带队水准 就足以证明 保罗称得上伟大 也是联盟史上最顶尖的空位 但是保罗职业生涯 表面上非常完美 但到了现在 却变得充满缺憾 刚刚咱们就说了 很多球迷都认为 保罗未必能够得到 联盟各大球队的退役球衣 毕竟保罗虽然能保证 球队的下限 能保证球队进入季后赛舞台 但到了季后赛舞台后 成绩却很低迷 甚至保罗荣誉虽然比较多 但却并非是最顶尖的荣誉 为黄蜂争战的时候 球队从没有登上过西决舞台 也从没有获得常规赛MVP 虽然很接近 但从来没有冠军奖杯 自然不可能拿到FMVP 然后是个人荣誉层面 在黄蜂争战的时候 就是保罗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候 随便都能入选全明星和最佳志荣 甚至助攻王和抢断王也拿到手软 遗憾的是 顶尖荣誉却和自己一直擦肩而过 随后效力快船和休斯顿火箭 还有雷霆和菲尼克斯太阳队的时候 保罗尽管带队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但一直都无法帮助球队夺冠 尤其是为休斯顿火箭和菲尼克斯太阳队效力的过程 保罗每次都是眼看着要夺冠了 但到了紧要关头 保罗一直在搞事情 就算伤病是所有球员都不想遇到的 但事实上 这种事情一直在保罗身上呈现 现在 保罗进入了金州勇士 虽然年龄在不断地提升 但他的骄傲不容被监踏 当提及愿不愿意成为替补的时候 保罗直接给出了强势的反击 显而易见 他不愿意成为替补 如果他愿意成为替补球员 当初他就会选择和球队买断了 不难发现 保罗追求的并非是3080万左右的薪资 但年薪3000万 就可以让保罗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要不然 菲尼克斯太阳队选择交易保罗的时候 他就能提出买断问题 要么是效力奇才时 就能和球队管理层沟通买断 到时候保罗无论是进入洛杉矶双雄的任何一支球队 保罗的相容性都非常高 在一些球迷的眼里 保罗的确是希望自己的带队能力 进一步提升 最后捧起总冠军奖杯 而下个赛季对于保罗而言 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那就是放弃自己的高傲 要学会主动让步 库里在杜兰特进入金州勇士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球权 然后球队就缠联了冠军 勇士王朝还没有捧起司做总冠军奖杯的时候 库里商欲归来 在季后赛舞台都成为了替补球员 这才是一个当家领袖该做的事情 才可以更好地保持住球队的化学反应 球队再一次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保罗唯一欠缺的就是牺牲 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要将球队放在第一位 就算下个赛季无法成功 他以后肯定也可以夺冠